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不仅成就了他辉煌的电影时代 还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巨星 王祖贤 钟楚红 林青霞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崛起的 伯安妮也不例外 只不过巅峰时期的他选择了西影 所以有很少一部分人还记得他 1963年 伯安妮出生于香港 家境殷实 环境优渥 父亲是一名医生 母亲是马来西亚人 混血儿小安妮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父母极其宠爱这个女儿 所以伯安妮从小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这样同龄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等到伯安妮稍大一点 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 全家搬到了香港陆军医院附近 在这里伯安妮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一个贵人 黄平 黄平是伯安妮家的邻居 同时也是一名溜冰教练 并且在香港当地经营一所溜冰学校 因为是邻居的关系 伯安妮妈妈便时常带着小安妮去黄平的溜冰学校溜冰 本来就是为了带孩子打发时间 没想到伯安妮一来二去 竟然喜欢上了溜冰这项运动 并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安妮妈妈见小安妮如此喜欢又有运动天赋 便与邻居黄平合计好好培养这位未来之星 于是伯安妮就在黄平的指导下系统的练习花冰 而伯安妮一时不负众望 在一次香港的花式溜冰大赛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冠军 一时间伯安妮被掌声和鲜花包围 被香港媒体冠以溜冰皇后的称号 彼时十几岁的伯安妮已经出落的亭亭玉力 又有冠军头衔的加持 自然也引起了各方影视公司的注意 不少星探都瞄准了这位少女新星 不料伯安妮的母亲却反对女儿踏入娱乐圈 成长于幸福家庭的伯安妮从小被捧在手掌心 心思单纯 而香港娱乐圈鱼龙混杂 伯安妮母亲担心女儿吃亏 不想伯安妮早早的进入社会 邻居黄平也担心自己的徒弟受到伤害 但又不忍心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时黄平的姐姐黄山在香港一家媒体当娱乐记者 黄平便通过姐姐找到了姐姐的同事汪曼玲 有了黄平在中间调和 伯安妮的妈妈才渐渐改变了想法 安心的让汪曼玲带着女儿伯安妮在外面闯荡 当年因为有电影公司 需要找一名懂溜冰的女孩拍电影 而她又曾是香港花式溜冰冠军 就这样凭借这部电影出道了 当时伯安妮的颜值气质在娱乐圈中是公认的 可以说她的一个眼神都非常迷人 从内耳外散发着一种甜 看着让人舒服着迷 一度被认为男人的收割机 她的演艺生涯虽然不长 但却和很多大牌明星都合作过 比如张国荣 周润发 周星驰等 口碑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在女性明星中 她的人气丝毫不淑林青霞 钟楚红 还是那句话 巅峰时期吸引才让她不为人知 在伯安妮的演艺生涯中 有两个人对她来说很重要 张国荣是她多次合作的朋友 郑浩南是她在娱乐圈时 唯一公开过的男友 下面咱们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伯安妮在娱乐圈的那些故事 张国荣曾多次与伯安妮合作 最有名的两次是在1985年 1988年 也正是这两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5年 《为你情中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张国荣饰演男一号 伯安妮饰演张国荣的妹妹 两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 在《杀之恋》中 两人第二次合作 这次之后 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 不是兄妹胜死兄妹 在《今夜不设访》的节目中 张国荣曾经说过 她和伯安妮是很好的朋友 好到什么程度呢 无所不谈 相处时往往忘了 她是女的 我是男的 已无性别之分 从两人后来的交往中表示 的确发展到了 不分性别的地步 张国荣在很多节目中 多次拿伯安妮开玩笑 还是尺度非常大的那种 曾自曝过帮伯安妮挑选雄为 也因为两人交往过于亲密 张国荣的祖母 还误以为两人是情人 所以他们快点结婚 除了与张国荣多次合作外 伯安妮和周星驰还有过纠葛 影片中星驰更是多次爱上了她 90年代 伯安妮与周星驰在一本漫画闯天涯 咖喱辣椒等影片中合作过 尤其是咖喱辣椒这部剧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剧中周星驰饰演的是辣椒 张学友饰演的是咖喱 伯安妮饰演的是海咪咪 海咪咪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女人 家世背景好 身材也够近辣 很多男人看到她都流口水 辣椒求之不得 被张勋又饰演的咖喱抢先了一步 结局两人还拿海咪咪开玩笑 很多人看过咖喱辣椒的人 对海咪咪此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这个女孩真的非常漂亮 一点都不输同时的林青霞钟楚红 当然了 星爷仅仅是伯安妮事业中的过客 两人并没有太多的情感纠葛 所有爱情故事 仅仅为影片拍摄的需要罢了 在小编的心目中 伯安妮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她似乎对演艺圈的名誉力没有太大的野心 对于那些名气 金钱 地位看得很大 对所谓的绯闻也不太在意 从她与张国荣大尺度交往中就可以看出来 而这样的性格 或许与她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吧 伯安妮是一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混血儿 她的父亲是马来西亚的一名富豪 可以说伯安妮从小就是被抚养 在牛津大学留过学 还曾经是香港花式流冰冠军 还是一名优秀的音乐歌手 绝对是典型的白富美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女孩 非常自信 自立 自强 遇到什么事情都非常果断 而这样的性格也直接影响到了她的感情 香港著名的三级片男星 郑浩南有多少人记得 伯安妮在娱乐圈唯一公开的男朋友就是她 郑浩南最有名的一部暴力片 就是酒吧蛊惑仔之龙争胡斗 剧中她饰演的是司徒浩南 铜锣湾的老大 最精简的一句话 在铜锣湾 浩南哥只有一个 那就是司徒浩南 这句话让许多人记忆深刻 因为她带坏了不少的小朋友 1985年 伯安妮与郑浩南相似于黄百名的开心鬼翻外片 开心乐园 当时伯安妮只有22岁 小姑娘长得非常美丽 而郑浩南比伯安妮还小一岁 俊朗的外形和剑术的身材让后者痴迷 俗话说得好 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沙 在伯安妮对郑浩南有好感的情况下 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对于这段恋情 小编感觉郑浩南减了大便宜 因为伯安妮配她绰绰有余 可是郑浩南不知足呀 两人相恋了仅仅两年就完美的错过了 1987年 青春爱情片《心跳100》上映 剧中郑浩南和张曼玉不小心擦出了火花 于是现实中郑浩南展开了对张曼玉的追求 但是张曼玉对她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两人也没能走到一起 当伯安妮听说这件事后 感觉郑浩南想脚踏两只船 因为郑浩南追张曼玉的时候 两人还处在恋爱期呢 所以毅然决然地与郑浩南分手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郑浩南一度被冠上渣男的帽子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分手后 郑浩南与一名日本演员大道尤嘉丽结婚 并在老婆的鼓励下 她开始接拍三集片 演艺事业也算是小小的走红了一把 不过这段婚姻也仅仅持续了四年 两个人就和平离婚了 不得不说她老婆也是一个奇葩呀 伯安妮呢 或许是性格上的原因 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时期 退出了娱乐圈 继续进行学业深造 也正是在学校的时候 认识了她自己的一生爱人 直到现在两人过得都非常幸福 不留恋一时的名语力 只给娱乐圈留下背影 急流永退终于真爱 成名后 伯安妮进入香港大学进修生物系 在学校期间 她认识了一个男子 在长时间的交往后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直到走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两人膝下有两个孩子 一家四口过得非常幸福 多年之后 伯安妮曾解释过 自己当初为何要退出娱乐圈 她说 总感觉自己不是为了兴趣 而在进行表演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 伯安妮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不期望名气有多大 只希望生活得开心 现在伯安妮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当上了一名心理学家 解决一些大人小孩的心理问题 也算是找到了事业的归属 虽然岁月改变了她的容颜 但是一平一笑间 还是能够看得出她内心的温柔与善良 7月15日 据港媒报道 混血女神伯安妮接受了采访 大方分享了一家的近况 罕见露面的伯安妮穿了白色衬衫和浅色裤子出镜 一头中长发随意披散在肩膀上 打扮简单 不知不觉她已经59岁了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不少的痕迹 眼角皱纹非常明显 当网友看到她近照后 都忍不住感叹她变化很大 让人一下子认不出来 但是拥有高学历又是专业人士的她 气质还是很出众的 书卷位相当浓 回忆起这段经历 伯安妮表示我从小到大都想做专业人士 那时候觉得荧幕工作做得差不多 便回去读书 原本考虑做护士或者物理治疗师 后来做义工期间 发现自己对职业治疗很感兴趣 便做了专攻小孩个案的职业治疗师 不过做了十几年后 她觉得整天追着小孩十分累 有感年岁见长后体力有限 她便再度重返校园修读心理学 目前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除了工作 伯安妮还聊到了家庭 曾跟郑浩南相恋的她 淡出娱乐圈后嫁给了自己的同学 夫妻俩婚后育有俩女儿 孩子们都已经成年 并且继承了她不同的天赋 伯安妮透露 长女性格随和 别人看到她总会觉得很舒服 长女在大学读物理治疗专业 而且已经毕业 即将投身社会 身为妈妈 她很替长女开心 因为女儿很快能赚到钱 不用依赖父母 伯安妮18岁次女许恩怡 相信不少网友都有印象 眉毛出众的她 在去年正式进军娱乐圈 她参演的第一部作品 便是与人气小生 彭于畅合作的 燃野少年的天空 伯安妮继续说道 女儿从来没学过唱歌演戏 没想到表演也能遗传 对于女儿的演艺之路 她说绝对不会反对 女儿想走这条路 就让女儿走吧 她只希望女儿要想清楚 请 突然 在第2部